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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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大明星 換誰當明星 今天我們要介紹哪位主角呢 他是人類較早驗化的動物 是家庭中分布最多也分布最廣 習慣早上鳴叫 更是十二生肖裡的一數 他就是雞 動物大明星 要帶著大家認識雞 來看看我們平常吃的雞蛋 是如何從雞媽媽生產出來的 雞爸爸的叫聲 又有什麼其他的意涵 準備好跟著我們一起進入雞的世界吧 雞的話可以分為家雞跟自雞科 那以台灣來講 就只有自雞科沒有家雞科 台灣有官方紀錄 家雞是正成功第一次帶到台灣來 那再來就是商業的雞進到台灣來 那所以台灣跟中國最早的時候是沒有家雞 家雞是經過數十年的訓養而來 人類基於不同的用途 培育出許多不同的雞種 像是專門生蛋的蛋雞 食用的肉雞 觀賞用的雞等等 這些飼養的雞種 都是由野生的叢林雞 訓話改良而來的喔 我介紹一下這個雞的祖先 它叫中南半島叢林雞 也可以講叫紅顏雞或叫野雞 這在當地他們就在赤森林裡面 那這是公的母的在裡面孵蛋 它可以自己孵蛋 可以自己帶小雞 那它的特色就是它養不乖 它只要放出去就不見了 跟我們一般的家雞不一樣 我們家雞養完它很乖 你只要有飼料它就跑過來了 那這是沒辦法的 它是沒辦法驗化的 如果要驗化它需要把它雜交 就是把這隻雞去跟我們的家雞 雜交一次再一次 最少要一兩次過 它就會被驗化 那如果沒有雜交的話 它就是沒辦法驗化 它很善於飛行 它是抗病非常好 就像我們的原住民一樣 它第一個抗病非常好 所以當你養這種雞的時候 基本上不需要什麼樣特殊的照顧 你只要有水有飼料 它就是非常的健康 因為它的體質 它的肉不多 所以它就不會像一般我們的家雞 我們家雞飼料比較好 它的心臟會包有 肝臟會包有 那這種雞是不會的 因為它會飛 表示它的體型很瘦小 它們基本上可以一個小島 飛到一個小島 或是它可以飛行幾公里 這是很善於的 為什麼它體型非常瘦小 它的雞肉層 尤其是胸腔肉非常的量少 但是這個不符合人類的需求 所以我們人類就用那個雞 用改良的 就是說去做選拔改良它 這兩隻雞好像很生氣的樣子 氣到連脖子上的羽毛都豎起來了 這是為什麼呢 那家雞有幾個特性 他第一個最喜歡打架 雞為打架是因為地域性 地域性是說 他認為這個區域是他的 那有人挑戰他的區域 挑戰他的權柄 所以他們就以打鬥來決勝負 那贏的人呢 他就在這個地區 那輸的人他就離開這個地區 那雞是很喜歡打架 因為他有階級性 公雞的領域性非常強 一旦雙方打了起來 而放任不管的話 其中一方 最後可是會有生命危險的喔 雞最貪心 只要有食物它可以大量吃 吃它的胸前非常的大 所以一般的雞 我們在抓雞或是碰到雞的時候 盡量不能像小狗一樣拍它的胸前 因為這個樹囊 當你如果去碰觸到它 它食物就會吐出來 雞的食物來源分兩大類 一個是養在籠子的 一個是養在野外的 那因為在它的地上的話 它可以吃到很多的東西 少量的叫微量元素 所以我們地上它可以看得到 小蟲子啊 小若葉它都會吃 小種子都會吃 所以一般在野外的 它比較不怕說 缺少各樣的微量元素 但是如果在籠子上面呢 我們就需求就很大 第一個它的主食 基本有60%到70%是玉米 那百分之10%到20%是黃豆粉 那再來我們就會加 比如說魚粉 加海藻 藍藻 綠藻 或是加石頭 那石頭是很關鍵的 一般的動物都不一定要吃石頭 像養羊養鹿啊 它不一定要吃石頭 為什麼 因為上帝創造的這個雞啊 第二個胃 第二個胃 它就需要石頭 跟這個小沙子去放入食物的什麼 消化 乖乖乖 這種養髮的雞 是以歐盟為主 那我們就需要讓它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它可以跑 可以跳 它如果在洗澡的時候 它是在釋放它的壓力 而且它可以把它真正的寄生龍可以抓出來 雞非常愛乾淨 對雞而言 洗澡是日常必做的事情 除了在沙地裡做鯊玉之外 也會做日光玉呢 好舒服 好過癮喔 這是雞的產房 它要想要聖誕的時候 就會來這邊 基本上它雞的聖誕都會在 八點到十一點左右 差不多十一點多 或差不多把那八九十都生完了 所以它聖誕的時候就來這個地方 它有很多的習性 越高的就階級越高去生 那越低的就階級越低 所以雞沒事就來打架 打贏的就可以睡得比較上面 生蛋可以比較上面 那但是一般他們 早上他們先吃完飯 生完蛋 他才會去做鯊玉 他才會去玩遊戲 那他還沒生完 大家會在這邊逗留 就像這樣子 他會來這邊逗留 因為像這個就是要來生蛋的 他會來這邊徘徊 那等下生的時候就跳上去 那就蹲著 他就可以準備生蛋 那所以這種環境 對雞來講是最友善的 而且是最安全的 讓他無後顧之憂 營造這種環境 就是以他的方式來養他 他可以自由地談戀愛 他可以想去樹上 晚上睡覺在樹上 他飛得越高 他就睡得越安穩 因為他發現到說 越高的地方 越沒有侵略他的東西 像狗 像貓 所以他會更有平安在裡面 他會活得更快樂 心情更好 那雞的話 他怎麼算年紀 當我們活一個禮拜的時候 雞就一歲了 那一般我們台灣目前的雞 我們以我們蛋雞 商用蛋雞來講 十六週到二十週 開始就是會生蛋 那基本二十週 都等於人的二十歲 二十週當然百分之百都會生的 蛋是鳥類 爬蟲類 和兩棲類動物所生 帶有硬殼 人類食用已有數千年的歷史 最常被人類食用的蛋 是雞蛋 你們知道如何挑選新鮮又健康的雞蛋嗎 那蛋是很奇妙的 第一個我們要買蛋的時候 要找蛋殼是光滑堅硬的 只要蛋殼是光滑堅硬的話 打出來的蛋白是濃蛋白跟水蛋白 第二個我們要找蛋越小顆的越好 越小顆是年輕的媽媽生的 越大顆是越老生的 那第三個我們買回去的蛋 基本一定要放在蔬果盒 不要放在冰箱門 因為我們的雞蛋有非常多的毛細孔 基本以學術界來講 它有七千五百個毛細孔 那因為冰箱的冷空氣 會把蛋裡面的水分快速的拉掉 所以不能放在冰箱門 那第三個如果我們這個蛋 如果你想要洗的時候 我們希望你能夠用溫熱水洗 大概在六十度左右的水 那要靈異地洗 那第四個那個蛋拿起來要比較重的感覺 比較越重的感覺 那表示它是比較年輕而健康的 那再來就是蛋殼的顏色是幾種的不同 但是蛋黃的顏色是因為食物的關係 它會讓它變成這樣的 那一般買回去的蛋 這樣的地方要擦過 最重要是要煮的時候再洗 不要先洗再放冰箱 這樣是不好的 這樣會容易引發那個病菌 我們要試蛋很簡單 就是拿一個水過來 那你把蛋先把它放在底下 如果躺平的就是剛生的 那鍍面的一直往上升的時候就是越多天 它就是躺平的 那我們拿一顆比較多天的給你看 它下去就不一樣了 像這個浮起來的就是已經 一段時間滿長的了 那鍍面的一直往上升的時候就是越多天 那一般正常在外面的話 如果你三五天十天大概就是會這樣 越多天它才會浮起來 是因為它的空氣一直跑進去了 它的氣勢就越來越大 所以它就會浮起來 那這個是因為水分不夠 如果來拯救它 所以我們第一個 我們會把蛋殼先把它稍微拿起來 我們先讓它氧氣進去 讓這隻小雞 它要氧氣可以呼吸 那等它的龍毛乾掉的時候 它就有保暖的功能了 我們常常吃的雞蛋 它的形狀為什麼分為鈍端和尖端 而不是圓形或橢圓 甚至是方形的呢 這個蛋為什麼一邊要煎的 一邊是燉麵 因為這個手是鳥巢來講 這隻小鳥或小雞 它每孵了幾個小時 它就會去翻轉 那當那個雞媽媽 因為它沒有像我們的手 所以用腳跟嘴巴 翻的時候煎的都是向內的 不論它怎麼轉都會在這個鳥窩裡面去轉 如果它起來不是煎的在裡面 燉的兩邊都一樣大對不對 當然媽媽在翻這個蛋的時候 都掉到什麼樣 掉到鳥巢的外面去了 所以上帝創的蛋很奇妙 就是它會讓這個蛋煎的是在裡面 燉的在外面孵蛋 那媽媽怎麼翻轉的時候 它就是跟著這個鳥窩裡面去做旋轉 它就不會掉到外面去 孵蛋的過程中 翻蛋是很重要的 可以防止胚胎與蛋殼沾黏 還可以促進發育 更可以使蛋受熱均勻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小雞 是如何破殼而出的吧 好 我們講一下這個雞蛋的孵化過程 一般這個蛋就是先濁破 再來就是可能往左邊 或是往右邊 它是不一定的 它會鑿一個圓圈 鑿到差不多的時候 它的頭才會往上頂 在上面蛋殼才會打開 那它就可以完整的自動的孵出來 那這個是因為水分不夠 那水分不夠的話 基本上如果在野外 它的媽媽 它會把它鑿開 那基本上這樣我們來講 我們就會來 如果來拯救它 所以我們第一個 我們會把蛋殼先把它稍微拿起來 它有三層保護膜 然後我們第二個就把這一層的膜拿掉 因為你水分不夠 它就會讓這個膜 就是往內縮縮 我們先讓它氧氣進去 讓這隻小雞 它有氧氣可以呼吸 那這樣的話它就可以呼吸到氧氣 那等它這裡面會有這個風 它把它吹乾 那等它的龍毛乾掉的時候 它就有保暖的功能了 那這個血是正常的 它不是因為它怎麼去受傷 它整個羽毛都完整的長出來 只是它因為水分不夠 讓這個第二層的這個膜 就變縮小 那如果沒有馬上救它 再經過一天 它那個膜又縮更小的時候 它這隻就會被悶死了 就等於是沒有氧氣 那我們就會把它放到位子來 讓它能夠吸收氧氣 那像乾的時候就會像這樣子 好 這樣子 它就整隻是乾的了 雞一出生就很獨立了 會自己進食 喝水 行走站立 不像其他鳥類 需要依賴爸爸媽媽的照顧 才能健康成長 那一般小雞照顧很簡單 只要一出生的時候 我們讓它在三十八九度的溫度裡面 有一個電燈泡 那它就會不怕冷 如果我們有發現這個小雞 聚在電燈泡旁邊 表示它怕溫度不夠 如果它離開電燈泡很遠 表示它溫度是夠熱的 那小雞剛出生很簡單 有水 有飼料 再來就是溫度夠 那它就會長得白白又胖胖的 那如果要放在野外 基本上我們會養主兩個月到三個月 兩個月等於是八歲到十二歲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放出去外面 基本的話公的才會叫 那母的基本是聖誕的時候 會叫一種很特殊的聲音 但是公的叫是在宣告地盤 就是說今天有遊客來 或是有外人來 他會只有這個叫聲是要做宣告 所以說這個地盤是我的 但是明教的聲音裡面有氛圍很多 比如說像我們他遇到蛇進來的時候 他的叫聲也會不一樣 這是警告 警告的聲音 雞遇到驚嚇 看到陌生的人或是蛇來的時候 都會這種叫聲 如果他的威脅繼續的話 那就整排的雞都會一直叫 像一般如果一條蛇 白天進來的時候 大概叫聲都會這樣子 所以它就有非常多的叫聲 那雞第一個 我們都會看它怎麼樣去分公母 雞罐大小跟公母是沒關係的 不是雞罐很大 那那個就是公的 公的脖子的毛是最尾端是尖的 那母的是圓的跟鈍的 就是比較圓 那第三個如果養了一年過 大概我們就看它的角徑 這個雞的後面的一個角徑 只有公的角徑才會長出來 那越長的時候 越年紀越大 它的角距這個越長 那越年輕就越小 那第三個是看這個肉嘴 就下巴 下巴 下巴這兩個肉如果越長的話 好 那就是越長 這隻雞是江西太和縣的雞 那一般我們在外面就統稱為 那個太和烏雞 這個雞非常的特殊 第一個它的雞罐是梅花罐 是一坨的 第二個它腳部有毛 腳有毛都來自於北方 因為它遇寒 那越熱帶的地方 它的腳就沒有毛 它有鬍子 耳朵是藍色的 一般外面都說它的微量元素最高 那它很好養 只要放在裡面有公的母的 它的產蛋就非常的棒 還有它們的毛是一絲一絲的 就像毛髮一樣非常特別 是皇宮內才可以飼養的珍稀品種 這個是越南的東韜雞 北名叫恐龍雞 我們台灣一般叫大腳雞 它的特色就是它的腳會越老越大 你注意看它的腳距很開 很短很厚 它是目前全世界腳最大隻的雞 別看它們長得奇醜無比 像個大腳怪 它們可是越南王室祭祀專用的貢品 價格也非常昂貴喔 大家對雞蛋的印象 還停留在白色或褐色嗎 接下來要讓大家開開眼界囉 蛋殼的顏色是雞種的關係 蛋黃的顏色是食物的關係 為什麼會做彩色的雞蛋 因為我的本業是在賣玉石 珠寶類的還有半寶類的 那因為養雞是爸爸的產業 那因為爸爸要退休 那希望我回來接 那我回來接的時候 我發現到說 為什麼蛋只有白色跟紅色褐色 那我就想說 是不是蛋可以有更多元更多樣的顏色 那我就用六到九年的時間 讓這個蛋能夠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顏色出來 目前我們雞蛋基本上差不多有七十個顏色 那有七種的斑點 這樣你會看到有白斑的 有咖啡色斑 有粉紅色斑 這個就是說我們要讓這個蛋 不是只有一個顏色 我們的蛋裡面有很多的顏色 一顆蛋最多有三個互佐的顏色在裡面 那這個顏色都是完全是天然的 跟食物沒有關係 它是品種的關係 雞種的關係 它如果生一個顏色 就是永遠都生那個顏色 它一輩子都不會改變 現在家庭不少人養寵物 把寵物當成家庭中的一份子 如果養一隻雞來當寵物 適不適合呢 很非常的適合 但是只能夠養母雞 不能養公雞 因為公雞它會叫 會吵到鄰居 那我推這個已經推了十幾年了 這叫幸福成家專案 台語就是起雞 起雞 那我有特別就是做這個籠子 可以放在陽台 大樓的陽台 只有母的它就不會叫 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下面可以放鋪豹紙 那如果雞的大便下去 就把豹紙包起來丟了車桶 早上上班或是去讀書之前 加個水加個飼料 那下午的話 蛋大概就在前面這邊了 它會自動滾出來 那你下班或是下課回來 就可以拿我們的蛋來吃 這是最健康的 因為你可以親眼看到這隻雞 你沒有打針 你沒有給牠吃藥 所以牠出來的蛋就是最健康的 所以一般我們的客人 我們都希望牠能夠養兩隻 如果牠們家有一對夫妻生了一個孩子 我們就叫牠養三隻 就是在這個裡面 兩隻雞的話 一天都會一顆蛋到兩顆蛋 牠可以持續生了兩年 對 只要每天早上給牠有飼料跟水 那基本上我會跟牠講說 像現在一天大概吃70公克就好了 那所以你跟牠算一下飼料錢跟雞蛋 是非常符合經濟效益 而且牠又是健康 比你養什麼寵物更好玩 你不用太關心牠什麼 只要把大便 有大便就把豹紙包起來處理掉 那第二個有水跟有飼料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出去玩三天的話很簡單 你就把飼料多一點 把水多一點就可以 回去出去三天四天了 那一隻雞最大就是有盡量的三個部位 因為荷爾蒙比較高 我們都希望不建議小朋友吃 第一個就是屁股 所以那個荷爾蒙最高 第二個是皮 第三個是脖子 那一般老外他只有吃雞胸肉 為什麼 因為他們去檢驗 這整隻雞的雞胸肉 它是最沒有藥產的 內臟的話就是年紀大的 我們都不建議吃 因為它的這個膽固醇會比較高 所以包括歐門他們都不吃 那小朋友是屁股皮跟脖子 那基本我會建議說 以胸腔肉 如果你懂得料理的話 它是最好的 因為它是最沒有藥物的殘留